创世纪的信息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 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 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酒兽 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尿从地上除灭 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的世界 神说真是何等的美好 神看一切都是好的 那么甚至看到神所创造的人 神说甚好 到了创世纪第二章 人很快的就背逆神 人就开始违背了神的命令 最进入了世界 那么结果就造成了第一家庭的悲剧 该隐杀了亚伯 可是我们没有想到 到了创世纪的第六章 那么那么快就来到了 第一次的世界末日就来临了 从圣经来看 地上所有一切 地上所有一切的活物跟生命 那么统统神要把它除灭 因为神后悔造人 这样算不算是世界末日 算不算 算 这是第一次的世界末日 所以今天有很多对于世界末日的电影 有很多对恐惧的想象 以及对恐惧的猜 对日子的猜测 那么总而言之 当末日来临的时候 人是无处躲藏 无人信命 那么不管是有钱人 没钱人 美丽的 丑陋的 聪明的 愚拙的 都一样地被除灭 而且从21世纪开始 你看到很多电影都在做这样的想象 同时间人们也总是在预测 何时会有世界末日 我问一下 我也问过学生 也问过社青 我先来问问我们这边 算是比较成熟 算是比较有身份地位的人 那么第一堂主日 你们多少人有相信 多少人你相信 真的会有一天会有世界末日的 我给你们五秒钟来想一想 好 我数到三 你相信会有世界末日的人 请你把手举起来 哇 果然你们是比较有智慧的人 你很肯定 你觉得你不相信 会有世界末日的人把手举起来 你不相信的 哇 没有耶 不得了啊 不得了啊 我们在学生里面就有人不相信的 那个Michael就不相信 那么不多啦 但社青里面也有一些不相信的 但是这是我第三堂讲这个信息 基本上没有人不相信 但是大部分都相信世界末日 那么我们就要问 到底世界末日的原因是什么 什么原因造成了第一次的世界末日 或许我们从第一次的世界末日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的答案 好让我们可以预备 将来第二次的世界末日 也就是主再来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们有一些蛛丝马迹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的原因 为什么神看为美好的世界 到了第六章 神就后悔了 后悔造人 甚至要用洪水消灭地上一切的生命 我们从第一次的世界末日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的原因 让我们可以理解 为什么世界末日会造成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情欲的败坏 圣经讲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 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 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看起来世界末日 跟地上太多美女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神的儿子如果是俊男 可能不会造成世界末日 可能太多的美女 这是世界末日其中一个原因 那么神的儿子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解禁家有不同的见解 解禁家大概有两个看法 但是我们都比较倾向第一个看法 也就是神的儿子指的 就是创造世界的时候所谓的天使 就是神的儿子指的是天使 那么神对天使跟人中间有一个界限 可是当神创造了人之后 那么人在地上繁衍越来越多 到了第六章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生女儿生的不少 而女儿呢 里面呢 美女也不少 所以以至于天使 也就是神的儿子 看到在地上人的女子的美貌 天使运用他的能力 以及他的权力 他跨越了天使跟人的界限 那么他娶了人的女子为妻 而且圣经讲是随意的挑选 也就是说这些神的儿子 所谓的天使 他不只是只有娶一个美貌的女子 他娶了好几个 而且圣经说是随意的挑选 就娶来为妻 创世纪第六章后面讲到 这些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 结合 交合 生子 就是上古世纪有名的人 就是所谓的伟人 他们的身材格外的高大 那么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 为什么 就好像是在伊甸园里头 神设立了一棵树 分别三二树 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 那么只有一棵树是不能吃的 那是神所设立的界限 那么当人跨越了 神所设立的界限的时候 背逆了神的命令的时候 罪就进入了世界 那么接下来我们上次讲过 神设立了婚姻的界限 婚姻的界限是一难一女 是一生一世 那么这是一难一女 是一生一世 这是神所设立的婚姻的界限 那么同样的 天使他破坏了家庭的界限 他破坏了神所设立婚姻 是一难一女的界限 天使跨越了 天使跟人之间的界限 在情欲的里面 他的情欲跨越了神所设立的界限 罪就开始蔓延开来了 所以从某种程度 我可以这样说 世界末日的败坏 是从家庭因为隐乱的败坏 而最开始蔓延出来 最开始蔓延出来 其实我们并不难理解 情欲的败坏 从家庭的败坏开始 不难理解 你看看这个大卫跟巴士巴 大卫已经几个老婆了 已经两个孩子三个老婆了 但是他看到巴士巴的美貌 他还是用他君王的权力 跨越了神所设立的圣洁的界限 他跟巴士巴犯了隐乱 你看到整个大卫王朝的衰败 是从巴士巴事件之后 整个大卫的王朝就急转直下 开始刀剑就兴起在大卫家族里头 你再看到所罗门 在所罗门整个鼎盛的时候 所罗门有后宫的兵妃有多少 有一千个妃嫔 一千个妃嫔 我想到就可怕 光 不能乱讲 一千个老婆 你看到吓死人 你看到 那你在想 历世历代的皇帝里面 历世历代的皇帝里面 请你告诉我 有没有哪一个皇帝 只有一个老婆的 你有看过 有哪一个皇帝 只有一个老婆的 否则就不会有什么甄嬛传 有什么后宫 一大堆 那么多精彩的故事 还有韩国那个什么 大长经 大长经演的是什么 后来我去了解一下 演的是一堆女人 为皇帝做饭的故事 那么多人就是为了皇帝做饭 那么多人为一个男人 在那里忙来忙去的 你知道吗 难怪男人这么爱做皇帝 因为只要做了皇帝 就可以跟天使一样 随意的挑选 取来为妻 告诉你旁边的弟兄 不要想要做皇帝 不要运用你的权力 运用你的能力 跨越了什么 家庭 神所设立 婚姻的界限 那就是让罪整个蔓延开来 今天的确是 你看到一些男人 只要让他拥有的权力 让他拥有的能力 真的很多都不止一个老婆的 因为他有权力 他有能力 因此罪就开始蔓延 罪就开始扩散蔓延出来 那么第二个 第二个世界末日的原因 是因为思想的败坏 那么人在地上的罪恶 为什么很大 因为中日所思想的 尽都是恶 你知道所有的败坏的 根本的原因 就是因为人的思想 先被败坏了 如果人的思想没有被败坏 其实罪恶 仍然会被限制在 一个范围里头 比如说该隐杀了亚伯 其实他知道他是犯错的 那么你看到神的处罚 他也是甘心去接受这个处罚 这个世界上 让他去流浪去了 流离飘荡的生活 因为在那个年代里 罪仍然没有扩散 整个社会的价值 整个人的思想的里面 仍然是有是 仍然是有非 当一个世界上的思想 没有被败坏 那么人仍然有一个是 人有是有非 有一个合理的道德判断的时候 你会看见一件事情 罪恶就会被限制 在一定的范围里头 罪恶就不至于过度的扩散 今天在过去的道德的里头 比如说像我们学生 像我们教会 劈腿是不被接受的 如果一个男人 一个弟兄 在我们教会里 同时跟三个姐妹交往 我告诉你 他在这里是很难生存的 因为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面 我们会认为 你这就是烂嘛 你就是很糟糕嘛 你怎么可以 同时交三个女朋友 在我们教会里头呢 你在这里很难生存 而且他也知道 他如果做这样的事情 一旦被发现 他真的在江子翠行道 是没得混的 因为整个的社亲 整个学生的价值观里面 我们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事情 你知道我们的思想是没有败坏的 那么同样的 我们在我们教会里头 如果你在未婚 你发生这些性关系 如果你做这些隐乱的事情 同样的你在我们的社系 全教会都一样 你是很困难 你是不会被接受的 因为在我们里头 我们仍然有一个是 我们仍然有一个非 我们仍然守住一个婚姻的界限 我们绝对不会说 绝对没有办法隆忍 也没有办法接受 因此你来到教会里头 你来到小组里头 你知道这里是有是有非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做这样的事情 你一定会被停止服侍 而且你会知道 弟兄姊妹会觉得说 你要悔改 你要赶紧的悔改 你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你知道 这就是思想是没有被败坏的 所以你来到这里 来到教会 你最起码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你做这样的事情 犯隐乱的事情 在这里是被众人所谴责的 所以罪恶会不会受到辖制 很多男人想说 外遇小 不行 如果万一 外遇回来 回到教会 那还得了 回到小组 不行了 就想到罪恶就被限制 但是今天 怎么 罪恶为什么快速地蔓延而扩散 那最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 思想被败坏了 你今天在办公室里面 很多每个同事都跟你讲说 等一下去夜店 反正一夜勤 逢场作戏 大家出差不都是这样的吗 你不要假惺惺了 所以如果你在那个环境的里头 每个人都认为说 一夜勤 这个是合情又合理 我们不过做了天下男人 出差都会去做的事情 不用自责 我都从来不自责你 自责什么 所以在那个文化的里头 思想被败坏了 罪恶就开始蔓延 有一些乖乖牌 有一些本来很圣洁的人 到那个地方 办公室里面 前面是这样乱搞 后面是这样乱搞 左边右边是这么乱搞 女同事还主动地勾引你的时候 你知道 你觉得每个人都这样 我何必这么辛苦 这么圣洁 不去白不去 你知道 思想被败坏了 可是你今天来教会会这样吗 不会啊 你今天有一个罪恶被限制 因为我们的思想是圣洁的 同样的 为什么今天 这个艾滋病也好 各样的传染病也好 那么各样的罪恶也蔓延得这么快 什么堕胎 未婚生殖 这些问题扩散得这么大 因为今天整个世界是被败坏的 因为学校里教导的是安全的信 只要安全就好 那么在学校里面 还公开的 在新门厅 还那边随便都有卖保险套 十块钱投进去就可以 因为在整个思想里面 他们已经被教育 信只要安全就好 他们思想已经被败坏 所以很多很可惜 很可悲 很可怜的年轻人 他们就在学校的里面 就犯罪 就乱七八糟 上次看到一个统计报告 在美国大学里面 有四分之一的女学生 是被性侵的 为什么比例到这么高 因为整个思想是被败坏的 他们想到只要安全的信就好 怎么享乐是无罪的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上个礼拜高雄市政府 已经发了一个公文 通知各个学校 在学校里禁止教导守真 但你看到 学校里禁止教导守真 当这些学校的孩子 他们的思想完全地被败坏 所以他们到了青春期的时候 他们认为说 在高中以前 没有发生任何的性的经验 是很羞耻的 你知道25年前 我们开始一个真爱运动 是从美国开始的 就是因为美国的一个团契的高中生 到学校去的时候 他发现 他们就调查就问他 发现他是全班里面 唯一一个没有性经验的一个女生 全班就嘲笑他 你是恐龙时代的人 开始嘲笑他 那个姐妹就非常的痛苦 她回到教会的团契里 分享她在学校里 遭受到这样的歧视 遭受到这样的嘲笑的时候 那个团契的辅导 她决定发起一个运动 就是守真运动 就是真爱运动 然后席卷 在美国各样的教会里头 是这样开始的 后来也到了台湾 那么我也参与在这样 真爱运动里头 但是事隔了十多年之后 那么这个活动 现在在学校里是违法的 至少在高雄是违法的 你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罪恶蔓延得这么快 因为整个媒体也好 电影也好 名嘴也好 那些的学者也好 他们普遍性地去败坏 整个社会的思想 所以罪恶之所以蔓延 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 家庭的界限被破坏 婚姻的界限被破坏 那么第二个原因 就是因为思想的被破坏 罪恶开始开速地蔓延 以至于地上充满了罪恶 第三个 世界末日的原因是因为 地上充满了暴力 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 创世纪六章十一十三节 请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 地上满了强暴 神就对罪恶说 凡有血气的人 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 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 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这里的强暴就是暴力的意思 也就是在神面前 在神面前 整个地上已经充满了那种暴力 神这样说 那些凡有血气的人 他们的尽头来到我的面前 为什么 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你知道 你知道当地上充满暴力 都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人的尽头迟早会来到神的面前的 人的尽头已经来到了 神看这个地上充满了暴力 今天讲到暴力 也就是今天所谓的霸凌 其实我们并不是很陌生的 也就是用一个血气的力量 强加在那些软弱的人的身上 使人感受到恐惧 使人感受到害怕 使人在羞辱中有一个寒蝉效应 觉得你只好就败 你只好顺服这些的暴力 非常可怕的 你知道青年团契的成长有一个原因 我们青年团契最近的成长 一直在想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你知道现在很多的孩子是很可怜的 他们在学校的里面 他们经常被霸凌 在学校的宿舍里面也被霸凌 就是一群的人 就是没有任何理由 如果我讨厌他 讨厌他的发型 讨厌他的长相 或者讨厌他说话的样子 没有任何理由 国中生是很残忍的 其实现在小学也有很残忍的 国中生是最残忍的 他们就联合起来 我们不要理他 我们联合不要理他 就大家联合起来 我们不要理他 我们不要跟他说话 过去没有这么厉害 可是现在变得非常的厉害 你知道一个孩子在国中的时候 是最在意同侪的 他的自我形象的建立 一个是父母的肯定 第二个是什么 师长的肯定 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肯定 同侪的肯定 所以他们就讲好 他们如果 他们就分党分派 就讲好 大家都不要理他 那么更严重的是 大家一起走到他旁边 给他纸条 嘲笑他 骂他 羞辱他 大家联合起来 欺负一个人 哇 那很多孩子很受伤 很多孩子很受伤 所以辅导告诉我 现在国中的小组里面 常常很多孩子 那么很喜欢来教会 是因为他们在学校里被霸凌 他们不被接纳 可是他来到教会里头 那么小组里面的那个团阶的气氛 他们感受到被接纳 甚至包括这个程度 已经到小学的程度 包括部分的天使面包店 我也听到这样的事情 他们在 为什么那么喜欢天使面包店 他们觉得在天使面包店的群体里面 这些的孩子感受到被接纳 所以Aura他们分享一下 他们在学校里怎样被排挤 这样的暴力 而且这样的排挤跟霸凌 现在不仅仅是在真实的生活里 更严重的是在网路上 是在FB 是在Line上面 我们不喜欢他 他的FB 我们就去灌爆他 年轻人学得很快 所以你知道现在网路世界 虚拟世界 也是青少年他们生活的其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这整个社会文化是怎样 所以这些孩子们发现 当他不得人喜欢的时候 连他的FB都被人家灌爆 都被人家在上面 写很可怕的事 我自己经历过的 脑残 你看用这样的话 白痴 你用这种话 这很可怕 这样的话随随便便的写 有些甚至是基督徒 我就觉得让人很害怕 你怎么可以在FB下面 不管你写在下面用脑残 用什么白痴 这个是基督徒应该用的字吗 对一个人的伤害 有多么的深呢 甚至更严重 是在学校用暴力 而且更可怕的是 今天很多的政治人物 所谓的名嘴 所谓的领袖 他们带头 用这种 用这种集体暴力的方式 去恐吓一个人 去羞辱一个人 是叫人害怕 我最近经历一个事情 也就是 也是在FB上 我就是支持性望门而已 写了文章 就这样子 有人就在上面骂我白痴 你知道吗 而且还是我们教会 离开的会友 骂我白痴 你知道吗 说以我为耻 我们的大学生 我真是白疼他了 真是的 然后呢 就有人在上面指名道姓 你知道很可怕 现在的网络暴力 已经是一种 专业化的技术 通常我们讲一件事情 我们会救世 论世 表达我们的想法 可是网络暴力 是一个专业的技术 它直接指名道姓 他就说张振华 是白痴 张振华 脑残 他就用的名字 你的名字这样直接写 这样你会不会觉得害怕 因为它不是针对 哪一个机构 或一对世界 它叫做你人格的毁灭 把你的名字写上 叫张振华脑残 就是这样 我是受过训练的 我不容易被吓 我也不容易被恐吓 但是我不能回嘴 我就赶快在下面 写很多赞美组就好了 很可怕 他直接写你的名字 在上面 那你就造成一个寒蝉效应 很多人就开始骂你 就是这样 我告诉你 这些事情 圣经说 圣经说 世界在神的面前败怪 地上满了强暴 有一天 这些暴力 这些的事情 都在神的面前 人的尽头 是一定会来到的 人的尽头 是一定会来到的 神有一天 会看不下去 神有一天 会觉得 你这些的道徒 不管是在虚拟的世界 或者说是在真实的世界 这样的暴力 这样的霸凌的时候 有一天 那个尽头会来到 那就是主的审判的时间 会来到的 所以为什么造成 什么原因造成了 第一次的世界末日 造成了洪水呢 第一个 因为家庭的界限 婚姻的界限被破坏了 情欲开始蔓延出来 然后罪恶开始 快速地蔓延在全世界 从家庭的情欲的败坏开始 这是今天所谓的多元家庭 我们所听见的 今天我们一直在这里征战的 马上10月31号 有亚洲最大的 有史以来最大的 同性恋群体的彩虹游行 要在台北 台中已经进行了 而且都得到 县市首长的支持要参加 我们要祷告 我们祷告的是什么 让隐乱的灵 不能够在台湾扩散 因为那就是一个隐乱的灵 那么在台湾是整个要扩散过来 然后罪恶就会整个蔓延 那么教会真的要起来祷告 因为我们不能说什么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不能够说什么 不好听的话 否则我们就跟他一样 我们只能到神面前去祷告 求神怜悯台湾 求神怜悯台湾 第二个 就是我们整个思想的败坏 禁止教导守真的原则 就是让安全的性 那么享乐的法则 性解放运动 这些通通都是整个思想的败坏 让罪恶快速地蔓延在全地 第三个 地上充满了暴力 那么神实在看不下去 所以你就看到 那么人的尽头会来到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头 挪亚的时代 那么就是在这样一个罪恶败坏 快速蔓延 全地都败坏的里面 有一个人是很特别的 这个人叫做挪亚 圣经说 在这样一个败坏的世界里 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挪亚是个义人 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 挪亚与神同行 神看到一个人不一样 这个人就是在一个败坏的世界里 是个挪亚 他是与神同行的人 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完全人 是这样的一个 是这样的特别 你想象一下 如果挪亚活在今天的时代里 会是怎样 如果挪亚活在今天的时代里 今天的时代里会是这样 假定他是一个生意人 那么他一到大陆去出差 就开始开始祷告 那么一到大陆去出差 一到饭店的门口 昨天吴先生老师的 哇 很多传单 抓 斥责他 立刻进房间 就拿起我的手机 就开始播敬拜的音乐 就是我常做的 你知道吗 敬拜的音乐开始充满在房间里 在那个房间里 先做洁净的祷告 然后下一件事情就打电话 如果一个人就打电话给老婆 老婆请你为我祷告 我已经到了饭店 那么请你为我祷告 那么我在这里做什么事情 然后电视一定不要开 那么在那里先敬拜祷告一下 那最好是不要一个人出差 最好是两个人 像我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 然后就好好的祷告 同事跑去夜店了 同事跑去赌博了 同事跑去那些乱七八糟了 那么可是呢 你知道我们就是很不一样 不 很抱歉 今天晚上我要连线参加教会的祷告会 什么会 祷告会啦 什么会 祷告会啦 祷告会是干什么的 我们教会的祷告会 什么会 教会啦 听不懂 他们听不懂 我们要去赌场啦 我们要去找女人啦 拜拜 我要参加教会的连线 同事就觉得说这是个怪人 每个人出来不都是玩玩的吗 是怪人 你知道吗 奇怪的人 这怎么祷告会 什么连线 听不懂啦 你知道吗 事情办完就赶快回家 星期五晚上以前一定赶回来 我已经快到香港 我已经到了香港了 我马上转机回来 我讲的是真实的故事 我们有一些弟兄是这样的 我们赶快 小组赶回来什么 星期五晚上要赶回来做小组 他说 你急什么急啊 急什么急啊 这么急着赶回来干什么 玩一玩啊 不行不行不行 我要赶回来小组 什么小组 小组是什么 教会的小组 教会小组什么东东啊 就是我一定要赶回来 我星期五晚上 我有小组 回来带小组啊 你这奇怪的人 怪人 是个大怪人 赶快回来 星期五晚上赶回来小组 要出差 通常都是星期天晚上才走的 坐完主族崇拜 那么坐完主族崇拜 晚上的飞机出门的 星期五赶回来带小组 如果有可能 星期三要赶回来做什么 祷告会 同事看这真是个怪人 这个人很不一样 我们学生也有怪人 知道吗 我们大学生有很多怪人 他就是每天早上都来城庚 城庚完赶去学校 这个老师觉得真的很奇怪 老师圣灵充满的感觉 然后一下课呢 匆匆忙忙来教会 你要去哪里 大家去夜店 大家去夜奔 大家去 这个交女朋友 去哪里呢 晚上有代理 代理是什么东西 代理就是我们教会 要为高中生的补习的 你要赶去帮他们做客服 不过我们要去杨明商夜奔 我们要去夜考 夜冲 夜店 都是夜 你知道吗 你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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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到教会 今天晚上有敬拜的练习 他觉得同学就是怪人 你知道吗 很奇怪的人 但是我要这么说一件事情 那这些 这个就是在这样一个邪恶 败坏的世界里 也看到 神看见 也告诉你旁边的人 你要做挪亚 你要做挪亚 他就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圣经说 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要做挪亚 因为挪亚是一个蒙恩的人 夜靠花对挪亚说 你看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 因为在世代中 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 神在审判的时候 神要拯救义人 当神的洪水要来审判的时候 只有挪亚和挪亚 一家可以得救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 做怪人就可以 做怪人就做义人 当审判的时候 你告诉你旁边的人 神拯救你 神会拯救你 阿们 我们 就可以明白 今天我们在一个邪恶 败坏的世界里 我们要做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我们做一个跟这个世界 完全不一样的人 我们做一个活出圣洁的人 因此 关于世界末日 我们看到 有三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 对我们而言 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相信 有第二个世界末日会来临 那么这三个属灵的原则 可以帮助我们 在今天怎么预备我们自己 第一个 就是罪恶必定会带来神的审判 神没有办法忍受罪恶 你知道人怎么看这个世界 是一回事 今天全世界都一样 包括台湾 到处都是名嘴 每个人都可以做评论 有的时候 看那些评论真是可怕 我告诉你们 人怎么看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神怎么看 因为世界是在神的面前败坏 世界是用神的标准在看 世界的结局 不是在那些名嘴 不是在那些政治人物 也不是在那个民调的手上 世界的结局是在神的面前 神对罪恶 看见这些罪恶 人的镜头迟早会来到 背逆神的 情欲放纵的 思想败坏的 用暴力去逼迫人的 我告诉你们 一定不会没事的 一定不会没事的 神的审判一定会来的 不管是哪一个程度的审判 或者说是哪一种形式的审判 你会看到 神的审判是一定会来的 人再会耍嘴皮子 人再自以为厉害 人再去骂什么脑残 骂什么白痴 我要这么说 审判是一定会来的 神对罪恶是不会宽容的 人的尽头迟早会来到 你知道耶稣怎么形容 第二次世界末日的来临 在马太福音24章37到39节 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嫁去 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 把他们全都冲去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这里有两个形容 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提醒 一个就是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嫁去 也就是当神的审判 朗里的时候 那一天并没有什么 特别的预先的真教 你可能在搭捷运 你可能在看电影 你可能在吃婚礼的酒席 你可能在股票市场那边炒作股票 你可能仍然在那边炒房地产 你仍然在那边夸耀 你今天赚了多少钱 仍然在夸耀 我的孩子考上了台大 我赚了多少钱 炒房赚了多少钱 人照常 那日子是一样的 突然之间洪水就来了 突然之间主就来了 突然之间审判就来了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 我们并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来 但我们知道那一天来的时候 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起来上班一样 是一样的 人们在照常吃喝嫁去 而且是不知不觉当中就来了 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预防 你没有办法防范 因为你并不知道 你并不知道主什么时候会来 可能是明天会来 可能是今天晚上来 也有可能再过一千年来 也有可能下个月来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但总而言之我要这样说 那个审判的日子是一定会来 阿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今天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 是很重要的 我们今天 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知道是12月是圣诞节要来 我们就可以先败坏到圣诞节前一天 再来悔改就好了 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知道是明年的1月1号要来 我就先打小孩打老婆 先乱搞一通到12月31号12点来悔改 1月1号主来了 就没事了 但是问题是 你并不知道主什么时候要来 那一天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那一天是一个正常的日子 真的我们没有人知道 因此你现在最保险的生活 就是每一天要像挪亚一样 要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 我知道今天我们需要很大的勇气 去过一个像挪亚这样的生活 因为这个世界的人觉得你是笨蛋 你什么啊 你星期三要来祷告会跟真的一样 一群人在这里一一拉拉的 什么啊 你每天早上不睡觉 你要来这里成根祷告 读神的话 就是疯了 应该睡觉吧 礼拜天早上一大早你不睡觉 你跑来这里练敬拜干什么 唱那些神神神神神 有问题啊 别人在嘲笑你 别人觉得说你是很怪的人 这么多美女要跟随你们 你们不跟着美女 你们是笨啊浪费 你知道吗 全世界在嘲笑你 当我们决定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 真的是需要一个很大的勇气 但是我要这样说 当我们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 我们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的时候 我们并不知道审判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来 但我们可以确定 神会拯救我们 阿们 所以今天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 我们看见就是神必定会拯救一人 我相信神在一个败坏的世界里 他一直在寻找像挪亚这样的人 一方面我们知道罪恶在神的面前无法隐藏 神必定会审判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很肯定的相信一件事情 神的眼目遍查全地 他也知道谁是义人 神不会漏掉任何一个义人 神不会任何漏掉任何一个挪亚 即使是只有一个挪亚 神也知道在地上有一个义人叫做挪亚 神必定要拯救他在审判一切 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了解 那么在神的审判中 神必定会救赎义人 因此神要挪亚造方舟 神跟挪亚说你要造方舟 因为审判的日子快要来了 你知道今天的方舟是什么 今天的方舟就是耶稣基督 方舟就是耶稣基督 一个人怎么能够进入方舟呢 一个人怎么能够在神的眼中成为义人呢 在今天的时代里 你要成为义人 你只有一个方式 你就是要接受耶稣基督是主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义人 每一个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每一个愿意承认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 愿意在神的面前真诚悔改 接受耶稣基督的赦免的人 在神的眼中都是义人 告诉你旁边你就是义人 所以神一定拯救我们 因此今天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把每一个人都要带到耶稣的面前 当神审判来临的时候 金钱不能够救你 美貌不能救你 权力不能救你 智慧跟聪明也不能救你 不然你试试看 你说你很有钱 我把你浸在水里浸一个小时 看你死不死 你有钱人淹不死吗 我超漂亮的 所以洪水来了我不怕 我淹不死 漂亮就不会淹死吗 你说我很有钱 我全身都是金子 你知道 淹不死 全身金子 淹得更快死 你知道吗 当审判来临的时候 没有什么可以拯救到你 只有方舟可以拯救你 那么第二次的审判 同样的 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帮助我们 逃避末后的审判 只有谁 只有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是神 为我们所预备的方舟 阿们 每个人都要进入方舟 因此 讲到第三点 也就是神 会给人有悔改的机会 你知道神要挪亚造方舟 很有趣 很有意思 挪亚造方舟总共造了多少年 你们知道吗 至少一百年 挪亚五百岁开始造 到六百 造到六百 六百岁洪水来了 所以洪水又一年 所以至少是一百年 大概是一百年到一百一十年中间 这么长的时间 挪亚造方舟 可能我就会有个困惑 我说神啊 方舟需要造这么久吗 需要造到一百年吗 你说为什么神要让挪亚造方舟 整整造至少一百年 你可以想象 挪亚所在的地方 其实是一个在中亚地方 其实是一个沙漠地带 我去过亚拉拉山 在亚美尼亚 看着亚拉拉山 就在我前面 很高的山 亚拉山 那个地方没有湖 没有河 没有海 那地方离海是很远的 所以你可以理解 在一个附近都没有海的内陆地带 而且是很干燥的沙漠型气候里头 有一个人 突然有一天 运了很多割斐木下来 用很多木头下来 在做一些事情 人们会不会问说 挪亚你在干嘛 挪亚说我在做一条船 你要造一条船 你做一条船干什么 挪亚说因为神对我说 要赶快造一条船 造一条大船 因为神要用洪水 要来审判 这地上所有的人 那个人听了会觉得怎么样 超好笑的 这里连下雨都很难得下 你还说洪水 你疯了 你是精神有问题啊 挪亚 这里又没有海 你造船 你是有问题啊 就走了 过一段时间 又看到挪亚 继续还在造那条 越来越像一条船 大家问说 挪亚你在干嘛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在造一条很大的船啊 叫做方舟啊 因为神要用洪水 来审判 全地的人 用洪水淹死所有的人 神要拯救我一家 所以我要来造这个船 你要不要去造 我告诉你 你要不要去造 洪水快来的 你赶紧造你自己的 不要来做我的船 那个人 那个人会觉得说 挪亚 你讲这句话 已经讲了十年了 哪里有洪水 连下雨都很少啊 一疯了 然后你看到 十年过去 二十年过去 挪亚还在那边造船 我告诉你 如果在台湾 台湾是很有人情味的地方 你看上次那个台风 把一个那个 邮局的那个什么 吹成歪歪的 一大堆人跑去那边 夜拍照 然后就变成一个观光景点 上FB 你知道吗 我在想 挪亚的船越造越大 大家一定会开始说 问他说 你心情不好吗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你就会快乐 什么地方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不要问 我带你去 一到那个地方 可能烤箱长的也在那里 这个卖甜不辣的也在那里 可能很多的帐篷 好像园游会一样 大家在那里参观什么 参观挪亚造房舟 然后大家都在那边拍照 然后上FB 挪亚是个笑话 你心情快乐吧 你看这个疯子 已经在那里造那个 造那个所谓的船 已经造了五十年了 已经造了六十年了 他说会有洪水 会来审判地上 什么人开始大笑 然后就看到 挪亚的船越造越大 笑话就越船越远 然后开始就一步游览车 一步游览车 一步游览车 那里就变成观光圣地了 大家来做什么 大家来笑挪亚 五十年 六十年 一年又一年 一天又一天 那么房舟越造越大 大家越来越嘲笑挪亚 挪亚还是 挪亚还是很固执 因为神跟他说 洪水会来 挪亚继续造他的房舟 所以大家还是吃喝 嫁娶 大家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有空的时候就包个游览车 去看挪亚那个笑话 然后再嘲笑他一次 然后说这里会有洪水 大家哈哈大笑 连雨都很少下 会有洪水 突然有一天 开始下去雨来 一天下 两天下 三天下 大家开始想说 哎呦 会不会是真的 继续下 一个礼拜下 开始淹掉很多地方 两个礼拜下 不得了 很多人已经开始淹死了 第三个礼拜下 大家开始恐慌了 挪亚说的会不会是真的 这个时候 想要冲到挪亚那边去 挪亚的恩典的门 已经关起来了 挪亚的方舟门 已经关起来了 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很傲诡 挪亚已经警告我们一百年 为什么我当时没有听挪亚的话 我自己也造一条小船呢 为什么当时没有相信挪亚的话 我们自己也跟挪亚一样 我们来造方舟呢 神给我们一百年的时间 我们都在嘲笑那个方舟 我们都在嘲笑那个挪亚 但是你看到一件事情 当那个时刻 你要造方舟 已经来不及了 洪水真的来了 继续连续下了四十天 而且整整淹了一整年的时间 地上所有的活物 通通都淹死在神的审判的中间 只剩下挪亚这一家 求生怜悯我们 今天我们真的要抓住 传福音的机会 让我们的生活 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 就好像人们问我说 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消除 需要吗 去夜店吧 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祷告会 需要吗 我们去找女人吧 我们去赚钱吧 业绩最重要 祷告有什么用 浪费时间 你在读什么书 我在QT啊 我需要跟神有好的关系 我才能过圣洁的生活 QT 有什么好看 一周看比较好看吧 看一下就睡着了 其实我们需要活出一个见证 是让人觉得好奇我们的生命 我们都在建造我们的方舟 我们需要抓紧这个机会 在神的审判还没有来临之前 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赶紧的传福音 神要救挪亚一家 神要救你的全家 神不是只有救你一个人 神想到的是 既然你在方舟里 既然你信了耶稣 其实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神渴望让你全家得救 阿们 所以如果你家人还没有得救的 你家人还没有信主的 真的要把握我们马上安德烈行动 圣诞节之前 还有一个大的收割的福音行动 要想办法把你的家人 带到神的面前 神渴望救我们的全家 我的好朋友杨琴 他得救之后做第一件事情 杨琴信主之后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跟他的爸爸传福音 你知道他很恨他的爸爸 因为他爸爸曾经做了一些 乱七八糟的事 让他全家丢脸 所以他很恨他的爸爸 七年他爸爸出狱以后 不去找他爸爸 不去跟他爸爸见面 可是杨琴信耶稣 第一件事情跟我说 他去跟他爸爸传福音 他带他爸爸去医院里面看病 在医院里面当中就跪下来 为他爸爸祷告 他爸爸觉得莫名其妙 然后把爸爸送回家的时候 没有送回家 把他开到附近的路边 把车停下来熄火 跟他爸爸说 爸爸 我希望你能够信耶稣 他爸爸说 你为什么希望我信耶稣 他说爸爸 因为有一天我在天上的时候 我希望我能够看见你 他爸爸很感动 当场就觉知了 后来杨琴问他说 你那天觉知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因为他爸爸也是很聪明的人 他爸爸后来受洗的时候 跟他说 其实那一天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耶稣 但是我知道 我知道你跟我的态度 因为你信了耶稣 很大的改变 你说你在天上 你愿意看见我 他说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所以我决定去相信 你要相信的耶稣 他是很认真的 他爸爸就收洗信仇了 阿们 神要救你的全家 那么在洪水 在第二次的审判来之前 神希望你全家 都能够进入到这个方筹 罪恶的世界一定会有结束的那一天 耶稣是神所预备的方筹 同时教会也是今日神所预备的方筹 教会是为得救的人预备属灵的家 教会是神所拣选一人的家 建造教会就是建造方筹 今天教会要积极地传福音 邀请人进入方筹 邀请人进入教会 其实我这样的感触 是非常非常深的 因为什么 因为情欲的败坏 情欲的败坏 是罪恶的蔓延 是从情欲的败坏开始 而情欲的败坏 是从人用自己的权力跟能力 用欲望去跨越 用人的情欲去跨越 神所设立婚姻的界限 罪恶开始从家庭里面 蔓延到全世界 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看到所谓的情欲自主 我们看到所谓的多元成家 我们看到今天整个罪恶 无止境地扩散的原因 就是回到跟创世纪 让我们看见一样 整个家庭的瓦解 情欲开始败坏 罪恶开始蔓延 今天我们哪里能够帮助 我的年轻人 能够帮助我们的年轻人 能够明白 神所设计的婚姻跟家庭的美好 今天我们哪里能够有一个把握 一个绝对的真理 去告诉我们下一代的孩子说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那么圣洁是重要的 神所设立的界限 是不可以去跨越的 哪里可以教导 学校不能教导 学校不能够教导 这个世界不能够教导 这个世界让我们孩子 下一代思想整个是败坏的 我们唯一 我们要守住的是教会 我们要把人带进教会里 我们要更看重 天使面包店的服饰 我们要更多的投资 更多的花时间 进入到我们青年的事工里头 让他们看到一个美好的榜样 我们一方面 我们真的要巩固家庭的价值 让更多更多幸福美好的婚姻的榜样 让年轻人可以羡慕 我在学生里做的就是这些事情 让他们看见 其实你看教会这些领袖们 他们的婚姻是这样的美好 全家老老少少 大大小小 常常都在长廊里欢乐 看到父亲常常抱着baby小孩 晃来晃去的 后面还有一个小女孩 扯她的衣服这样走 就觉得婚姻是有盼望的 跟学校教的 跟世界讲的 跟媒体讲的是不一样的 我们开始相信婚姻的价值 教会是今天的方舟 而且今天我们看见 许多的人会在这个世界里 因为婚姻的破碎 上一代的情欲的败坏 有很多受伤的人 有很多被扭曲的人 有很多被牺牲 很多被欺骗 而付上了极高代价的人 这些流离失所的人 哪里可以成为他们的避难所 哪里可以成为他们自己得医治的地方 就像我最近体会到 我们教会的青年 正在进入到收割的时候 我想不只是我们 很多的教会 青年进入收割的时候 你知道这些收割的孩子进来 他们常常很喜欢小组 你知道我们小组的人数 有的时候比我青虫人数是更多的 你知道为什么 我就很纳闷 为什么 因为小组的 我们的领袖们是很有爱心 我们领袖是很棒的小组长 所以他们在这里感受到一份 在他们家庭里感受不到的接纳 他们在这里感受到一份 在学校里感受不到的温暖和爱 他们在这个世界被霸凌 被嘲笑 被排挤 可是他们来到小组里头 他感受到好快乐 你看那些孩子们 天天在教会里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礼拜天也来 只要有开门都来 台风天他也要来 他就说一整天都在这里晃来晃去 如果家是温暖的 为什么要在这里晃来晃去 如果这个世界有地方去 为什么他在这里晃来晃去 因为这个世界不接纳他们 因为这个世界扭曲了他们 今天很多的人在情欲的扩散里头 罪恶的扩散 这些都是受伤的孩子 教会就是那个方舟 今天有很多的人在婚姻 在家庭 甚至在激烈竞争全球化 整个世界的竞争里 有很多受挫的人 这个世界是没有恩典的 这个世界是没有怜悯的 这个世界只有输跟赢两回事的 赢者为王 就是这样子的 你只要是你成功了 你说话就很大声 随着去采访他 如果你失败了 大帮你跟垃圾一样丢掉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 这世界完全没有怜悯 这些被世界丢掉的人 曾经成功 后来被世界丢掉的人 而且越来越快 被丢掉的人 他们何去何从 当他们来到教会 当他们来到小组 他发现在这个地方 是他可以真正被医治得安息的地方 今天整个政治社会的领袖们 带头霸凌弱势的人 我们知道神不会做事的 今天的教会 如果不预备好 去接纳 去帮助 这些受创的人 今天这些人无处可去 而且今天的教会 如果不站在圣经的权威 如果不站在圣灵的权能的上面 其实教会会在这样一个洪流的里头 我们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 求主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在这里一起建造的就是方筹 很多的人嘲笑我们 你每个礼拜都往教会跑 教会有这么多事做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 上班的时候 很多人我一下班就赶快往教会跑 每天都是 几乎每天都是这样 所以同事常问说 郑怀你每天匆匆忙忙 一下班就跑 跑去教会 教会有这么多事可以做吗 因为你知道他们口头禅就是 等一下做什么 晚上要做什么 他们最常问 你放假要去哪里 我从来没这个问题 我忙得不得了 我一下班都在教会 我忙得教 教会有这么多事做吗 人们觉得不能理解 就是不能理解挪亚一样 我们在这里建造方筹 因为我们不知道 哪一天主要第二次再来 可是我知道 我要预备好方筹 让所有受伤的人 让所有在罪恶中被扭曲的人 他们能够进入到 神所预备的教会里头 阿们 我们从起立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敬拜 每当 每当我面对风浪 你总在我身旁 神明复分与我分享 根深的渴望 每当有困境阻挡 你执意不要慌 使我心中满有平安 充满无限希望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接受信心来宣告 我这是经理 你绝能的力量 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接受信心来宣告 当我来全心敬拜 神迹就在覆怒 千万 же因 神远的依靠 神迹就在风源前方 受命oshima DJけて 神迹就在风源前方 你你mir siguiente 深 hold 今天早上让我们 为我们还没有得救的家人来祷告 当神的审判之前 神其实不只顾念你而已 神要拯救你 也要拯救你的全家 如果在我们家里 还有还没有认识神的人 还没有进入方舟的人 你一定要跟他传福音 你越爱他 你想办法要跟他传福音 你一定要去刺激他 你一定要去挑战他 你一定要告诉他 你要告诉他 你一定要跟他传福音 因为神的盼望是 不是只有你的救 神希望你一家都能够得救 好不好 今天早上我们有一点的时间 为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 我们很认真的 我们同声的 我们为他们来祷告 同声的开口来祷告 天父我们向你来献上我们的祷告 上帝为我们还没有幸福的家人要来 恳求你自己是恩的格子 上帝我仰望着你 主要我真知道 我们全家都要来认识你 主要为爸爸妈妈我们来感到 我们来感谢 而我们的地产的弟弟 和我们的家人 要仰望交托在你的地前 主啊 你不是只有希望我们能够得救 你希望我们全家都能够得救 主啊 我们还有一些恩兴信主的家人 主啊 我要带到你的地前来 主啊 只有他们得救我们才能够得爱 主啊 我们要不断的为他们来祷告 主啊 我们每一个家人 我们所最亲爱的朋友 上帝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带到你的地前 主 我们不能够一个人去防救 主啊 我们全家都要进入防救 上帝我们向祢来仰望我们上帝祷告 上帝我们承求祢这句实力 上帝我们仰望祢帮我们祷告 主啊 我们求祢这句防护我们 上帝我们谢谢祢的祝福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祈求 我们要为教会祷告 我们在这里 我们一起建立方舟 让世界上许多受伤的人 让很多流离失所的人 他们可以来到教会 他们可以在方舟的里面 被拯救 被医治 被恢复 这个世界没有怜悯 这个世界越来越残忍 这个世界遍满了各式各样的暴力 但是但愿 但愿我们能够在各处 都能够建立属神的方舟 属神的教会 让各地的人 当他们受伤了 当他们无路可走 当他们人生绝望 他们可以看见方舟 他们可以想得起方舟 他们在知道哪里有方舟 以至于他们的生命 可以在这里被恢复 我们在这里 很努力地在这里建造教会 过去十三年 其实有好多很动人生命改变的故事 每次想到这些故事 心里就充满了兴奋 但是我们面临的是一个 更巨大挑战的一个时刻 其实真的是像洪水猛兽一样 要真实 而且是正面冲着教会而来 今天这个世界 除了教会以外 有什么地方能够抵挡 这种情欲的败块 今天这个世界 除了教会之外 有谁能够很坚定的 很确定的 能够守护家庭的价值 除了教会是没有的 没有任何的机构 能够守住婚姻跟家庭的价值 我们看到思想全面性的败块 台湾真是需要教会站立起来 所以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 为江子最卫星庄 我们来祷告 为台湾的教会祷告 要站稳在圣经的权威 跟圣灵的权能的上面 我们才能够成为中流砥柱 我们同声的 我们为台湾教会 为我们的教会祷告 同声的开口来祷告 耶稣我们向你来祷告 主要今天谁能够守护家庭的加持 今天谁能够守护到婚姻跟家庭的价值 主要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全面性的败块的时候 主要让我们勇敢了 我们要谨慎堂舍 我们要站立人魂 站立在圣经的权威上 站立在依靠圣灵的权能上 主要让我们更积极地去传福音 让更积极地要站稳在圣经的话题上 耶稣我们完全地相信 祂里面你不会做事的 主我恳求你你不会做事的 主啊 人的日子一定会到你的面前 人的镜头一定会到你的面前 我巴不得你在台湾 就是伸出你的手来 彰显你的荣耀 彰显你的力 主 很多时候我们承认 主 我们有很多的无奈 主 很多的时候我们历头 真的有很多的无助 主 要看到整个国家 看到整个社会 整个思想的败坏 主 要整个情绪的败坏 这个遍地充满着暴力的时候 主啊 更让我们痛苦的事 有很多的基督徒也参与在这样的里头 主啊 我们向你来仰望 主啊 求你发怒的时候以联命为业 主啊 求你这次申请你的教诲 主啊 能够在幕后的世代里 能够勇敢地站在你的话语的上面 能够依靠圣灵的能力 能够能够把福音能够传出去 上帝我们仰望你 我们祷告你 谢谢主的恩典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我有第三个邀请是 我们中间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 你是还没有信耶稣的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今天早上的信息是为你预备的 你心里面常常充满的惧怕 甚至你活在那罪恶的里头已经很久的 其实你自己知道罪恶的尽头审判一定会来临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活在黑暗的里面 活在情欲的纠结的里面 有蛮长的一段时间 那今天早上的信息 不管是让你觉得害怕 让你觉得担心 或者冲撞到你也好 但是我要对你说的是 这些信息的目的 是希望帮助你 在神的审判还没有来之前 但你今天还来得及之前 你今天可以向神悔改 你可以进入到方舟 你的生命可以得到自由 你可以很放心的 不管耶稣什么时候来 你都很平安的 你可能说牧师我再想一想 或许我等到明天 或许明年 或者等到什么时候 但是我必须这么说 没有人知道有没有明天 或许今天下午主就来了有可能 或许今天晚上主就来的也有可能 没有人能够知道是不是有明天 或许主在一千年后再来也有可能 或许主在一百年后来也有可能 但是主也可能 就是今天下午就来了 所以其实 每一个觉知的时刻 都是严肃的 今天早上你只要愿意觉知 愿意相信耶稣 因为悔改成了你的罪 主什么时候来 我们都是平安的 阿们 你可以好好的今天下午去吃一顿好的 好好的今天晚上去吃一顿好的 你可以好好的跟你的家人 不管去哪里都是很好 因为主来了 你就说主啊我早就预备好了 还好我今天早上已经觉知了 感谢主 手上有圣灵的记号 阿们 你不必担心主什么时候来 每一天好好的过神给我们的日子 可是如果你还没有觉知 你还没有信耶稣 我真的说你一定要担心 没有人知道是不是能有明天 好不好每个人闭上眼睛 我不知道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人 还没有进入方舟的人 今天早上的信息是为你预备的 金钱不能拯救你 智慧不能拯救你 你的房子不能拯救你 你的美貌不能拯救你 只有耶稣才能够成为你的房舟 我数到三的时候 如果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我要很诚挚地邀请你 你把手举起来 让我们一起为你来祷告 我数到三 请你把手举起来 一 二 三 请你把手举起来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前面后面 前面后面 有吗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吗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每一个人我们都信耶稣了吗 今天早上 每一个人都信耶稣了吗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信耶稣了 亲命后面 如果每一个人都信耶稣了 我是很深的感谢神 阿们 阿们 拍手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阿们 哈利路亚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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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